我們有用這個蚊子 蚊子有用的 蚊子冬著用的蚊子 蚊子有用的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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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蚊子不太危險 但是它會很短 然後我會用的 蚊子 在日本的松樹 也是非常有長壽的意思 所以它們在日本常常會用松樹來做裝飾 所以大家都拿到一個適合的長度 就是在中心上的地方 然後這裡備多種花色的花 就是在中心左右 把它插在中間偏後面的地方 中心又一面後面 這裡一根 好 插下去 滑滑地插下去 它的手勢上去 蠻好伸展 所以它 它直直的往上漲 大家可以看到我們其實手上的材料並不是很多 但是我們等一下的作品會非常的漂亮 這次又開始了 接著呢 極樂鳥 這個叫做極樂鳥也叫做天堂鳥 不好意思 因為老師是要示範給大家看 所以就是外面朝觀眾這邊 民眾就直接朝自己就可以了 所以極樂鳥 來年是新年來的 鳥年來的 所以鳥年來的就是極樂鳥 因為我們明年是今年 所以這次特別挑了天堂鳥 對 先量量看 先量量看 末尾鳥的鳥 鳥的鳥的鳥 那麥鳥的鳥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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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因此呢 對 糧 我吃的東西 所以想要用的方法,要使用的方法。 切好了嗎? 再筆一次看看,看長度有沒有OK。 如果覺得太長了,可以再切一下。 所有要求的方法。 可以用這些方法。 拿出方法。 好,就是根本很少的地方。 所以鶏跟中央人的構作。 因此打開什麼。 很少的方法。 這樣放入方法。 所以放上隔膜。 用汁的地方把它插下去 就是要讓這個天堂尿好像往上飛一樣 這樣子有點斜斜的插下去 真的非常有天分 是嗎?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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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是嗎?